大家好 我们的作品名称是行人安全斑马线 因为一般的斑马线会随着汽车以及行人的经过 而渐渐脱落变得不明显 在下雨或者是天色不佳时 容易造成驾驶人视线模糊 就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生 因此为了改善交通安全的问题 我们在斑马线两旁设置人体红外线来感测人体 只要红外线一感测到人体 斑马线旁的LED灯也会跟着亮起 随着行人走动而亮起的LED灯 不仅可以让远方来车清楚知道斑马线上有行人走动 也不会因为天色昏暗或下雨而影响驾驶人的视线 但只有利用LED这一点还是不够 因为汽车转弯时会直接逼近斑马线上的行人 造成行人安全受到威胁 所以我们为了让转弯车能更加注意到行人 在斑马线旁设置了压力感测器 当有车子压到放置在斑马线旁的压力感测器时 就会触发警示灯来提醒转弯车驾驶小心行人 甚至为了有更深层的防范 可以设置照相机来取缔 如此一来便能替行人多增加几分保障与用路的安全 谢谢各位的聆听 我们的讲解到此